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在我前面我用了一个圆形的陶盘 这个盘它也算是一个创作陶 因为陶一教用很多的陶 可能用手的力量 然后陶片的一种立体感 然后去做出这样的一个陶盘 一般来讲我们的陶都会很均匀的把它抹平 这个陶它有点凹凸的层次 那有点盐碧的感觉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花器 然后呢在这个花器的色彩上面 它选用的是属于比较有点粉色系的 那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一个运用 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华花艺的插花里面 我们有所谓的五大震慑 就是红 黄 蓝 白 黑 那一般来讲黑色呢就是用水跟花器来代表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花器都会是比较重的颜色 就是深黑色咖啡色咖啡黑色这样的一个色彩 那这个花器它的创作本身有点现代的陶一家的作品 所以呢它用的是有点点在粉色的 粉色跟灰色的之间的一个色彩的感觉 那我今天在这上面架构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风化板 那各位阿巴菩萨可以看到呢 因为这个风化板有一点不太好架 我怕花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先把它架起来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风化木本身呢 它可能都是经过很长岁月的一个侵蚀 所造成的这种各种的一种变化 那这种感觉呢 是非常有这个时光岁月的一种美感 那这个板子呢平常我们可以 当它是就是电板就是层机放在桌面上 然后我们可以在上面摆饰一些作品 或者放一些花器或者一些美美的东西 那我现在把它立起来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像一个面的一个造型 那也像一个山壁的一种造型的感觉 那我在把它立好之后呢 我发觉它有一点点微微的向前倾斜 所以我像把它拉向后一点点 因为我们在做一个作品 如果它向前倾斜的话 会造成给人家一种好像一种压迫感 像能倾斜后倒下来的感觉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如果做一个直线的平面的设计 我们会微微向后倾差不多15度 那这样比较会 就是不会造成一种压力的感觉 那我利用这个平面呢 所以我们这一次很多这个 甘柴已生花的一种搭配的一个运用 那这两天呢 我到那个花市去买花 那我就看到 我们真的讲说春有百花秋有月 那夏有凉风冬有雪 任何的季节呢 都有它非常美的这个 四十的阴阳的一个变化 让我们非常的喜悦 那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人都太忙碌 太忙碌在工作上 或者在忙碌在自己的一些 诗人的个人的事情上面 那我们常常忘了去欣赏大自然的这个 风花雪月 那不知不觉呢 好像跟自然就离得很远了 那事实上呢 为什么艺术它有这个价值的存在 就是其实透过艺术的创作 它常常会把我们那颗很美的心 那那个觉醒的心呢 把它唤醒了 所以美是需要熏悉的 就像佛法一样 那美是需要固存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要去欣赏美的事物 然后在我们的内心呢 有一些存款 所以我们不只是在 不只是在那个 银行里面要有存款 更重要呢 其实在我们的心里呢 我们也要有一些美的存款 那更重要的 我们要有知良 也就是说我们在佛法上面的 这个功德知良 我们所谓的功德法财 好 那我们刚刚提到美的一个存在 就是说呢 我们会发觉到了秋天呢 然后呢 哦 就是整个市场上呢 就各种的果实 虽然现在还没有进入深秋 如果深秋跟初冬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觉 就会有很多的 那个 红色的果实 那 现在是在 夏跟秋的交际的时候呢 那我们会发觉 那些果实也慢慢的成熟出来了 像各位阿波菩萨可以看到 我手中的这个 花财呢 我们称它为天珠 天珠 或是他们把它定了一个名字 叫天珠 所以也是都用一些 很美的名称 那像 我们在后 我们今天也准过 过几天 我们也会有那个麻麻 的花财 那 我们会发觉呢 很多自然的这个资财呢 你不一定要追寻 真正的一个珍珠跟 瑪瑙 像这个天珠 他们把它取名叫天珠 那你现在看起来 也许觉得它不像天珠 因为它是整个绿色的 可是它会随着季节的变化 会产生各种不同的一种感觉 好 那我用了一些天珠 那这个天珠本来是很长的 我把它剪成一段一段的 我把它剪 完全是应用它这个 果实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天珠呢 它到了秋天 比较深秋的时候 晚秋的时候呢 或者到了冬天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各种颜色 变成一点红色 然后变成红绿相间的颜色 有红绿有绿 哇 那个时候就更漂亮了 不过现在呢 它整个一片的这个绿色的感觉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 好 那我在这个下段的部分呢 我再用了一些薄 来增加这个绿意 因为我们用了很大片的一个干材 就是这个风化木 那作品会感觉上 干材有它的优点 因为它就不会 它的优点就是它不会 它是干燥的花材 所以它不会再枯萎了 那生花就是有时候它会枯萎了 但是呢 如果我们做一件作品 我们的干材比例占了太多 会觉得它的生命感比较不够 所以我们怎么样 在擦一个干材的过程中呢 还是要把那个生命的一个感觉 表现出来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现在把前段的部分 擦了一些的测薄了 那我在后段呢 因为我们虽然说中华华语 它是比较注重前面部分的一个欣赏 但是有时候后段的部分呢 我们也要做一些简单的修饰 比如我在后段呢 也加一些些的这个测薄 然后因为这个测薄一上去之后呢 我刚刚有做了几个那个立扇 那我就用这个测薄呢 也刚好把它修饰一下下 好 我把这些测薄做一下后段 好 那各位阿波莎可以看到现在 欸 虽然我擦的还不太多 可是它后段就有 也有另外一种生意 然后尤其是透过那个水面空间的感觉 那你就会觉得 欸 又有那个干材的那个 风化木的一种美 然后又有薄的一种美 然后它还有水跟这个植物之间 碰触的一种美 好 那我后段呢 再用了这个树栏拉了一段后颈 那我们的作品就更有深度了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作品需要有 前颈 中颈 跟后颈 这样三颈的一个效果 好 那我在后段再加一些的 这个的 这个 树栏 增加它整个后段 好 我把这个树栏 好 好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树栏呢 就有一个后段的一个深度的感觉了 好 那我们继续来做 前段的这个部分的一个插座 好 那比如说呢 我在前段的下段呢 这边也是再给它加一点点的树栏 这个树栏的叶子呢 虽然说我们好像平常 不是这么的去喜欢用它 但是其实它的叶子真的是 因为它只要不要长到太大叶 那就它的那个效果就会非常的好 那它如果很大叶感觉上就觉得 看起来好像比较没有精神 那它如果常常把它修建 像我们的后花园呢 就有一些树栏 然后因为常常的修建 它每次长出来的叶子呢 就会小小叶的 然后看起来很有精神 好 那而且它的造型也很特殊 那各位爱花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 这个这个作品呢 我就把它绿色的部分 给它架构好了 好 那我发觉有一些天珠 它有一点点重叠 把它剪一下下 然后给它放在侧面的地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插座有色彩的花 比如各位爱花菩萨现在可以看到 我手上的这个是瑞香 这种小花呢 那粉粉的颜色 我把它搭配在这个作品里面 像这种成串的粉色的小花呢 在西方我们会比较常常看到 可是在我们台湾比较少看到这样的 这个花材 这样子就是 其实它也算是木本的 那古书里面记载说呢 孔子的母亲呢 因为闻到瑞香 然后之后呢 就生了孔子 那我们知道 我们常讲一句话说 那个天不胜众女 则望谷如长叶 那在这样的一个记载中呢 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记载 就是对于孔子的出身呢 其实它也是有一些奇特的一些因缘的 好 我用一些瑞香做它的下端 因为这个花呢 它擦起来的效果很美 好像在那个西建边呢 然后呢 有一些野花野草 在那边很自在的很自由的在开放在那里 所以记得李白有一首诗呢 它说 位于何事弃毕山 笑而不达心自弦 桃花流水囧来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 那意思就是说 其实大自然的这种美妙曼妙 跟那个住在自然中的一种喜悦 那你从自然中的一种感受 也就是说呢 所以我常常觉得 训语佛法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那个佛 我们讲说佛者觉也 就是说我们能够 能够把我们那个 那个觉性 就是那个禅心觉性能够开发出来 那当你的那个佛心禅性能够开发出来之后 你就懂得去善用 你身边的所有的事物跟美好的音乐 不只在画艺的创作方面 不只在艺术的创作方面 在各个方面 我觉得佛法都是最好的一种潜能的开发 那我现在用了这个瑞香 来做它的这个下段的部分 跟色彩的一个应用 那我现在这样子在构图的过程中 其实我也是运用这个点 就是瑞香本身是一种花的一种点 然后呢 天珠它是一种果实的点 因为我们知道构成一个造型花 它是利用植物的点线面块来做创作 比如说这个风化木它本身就是一个面 然后呢它面如果我们插的话都是点 那就会觉得很松散 那没有力量的感觉 那可是因为有这个面 那它就会有一个力量的感觉 所以你在创作的时候 你怎么善用点线面块之间的一个交集结合 然后来做这个创作 那各位爱华菩萨现在可以看到 我应用这个瑞香这个粉色的小花的这个点 跟天珠的这个点 然后呢来形成一种松软块 就是我们插花的时候 我们有所谓的松软块 所谓的松软块呢就是 松松软软的这种块体 所以我们利用花跟果实 小的点 那形成一种松软块的感觉 那各位看到我手上的像这个电讯楠叶 它就算是一个面 可是这个也是 这个风化木本身也是一个面 它是一个干材的面 那这个是丝材的面 那这是一个大片的面 这是小片的面 那所谓的造型花呢就是应用 创作者对于这个点线面块的一种 组合跟运用 那怎么样去构图 那训练你创作出新的美好的一个花心 好 那现在这样子我把这个空间布置好了 那我希望呢 我能够在这个作品中呢 再做出一种比较突出特殊的一个色彩的一个 搭配跟运用 因为这个 施尔夫看起来是一个构图了 但是它的焦点不够明显 就是没有煮花的部分 那所以说呢 我必须加一点点煮花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 因为我们最近有很多这样很美的这个 这个兰花 那这个兰花呢 我来试试看 如果把它跳高 跟压低 怎么样去创作它 做出不同的一个造型跟感觉 这个季节 这个季节夏天很热 那但是很棒的一点就是 你到花市之后 你会发觉 好像我最近刚刚 刚刚好久没有去花市了 然后 然后一回来到花市去呢 就会发觉呢 哦 我们花市好多很美的这个兰花 它真的非常的好看 那我们来试试看 怎样把这一朵 这么美的这个石虎兰呢 让它能够在这个 整个这个 风化木头形成的这一个面中 把它表现出来 好 那我们把这一只很高的这个蝴蝶兰 很美的这个秋石虎 然后把它插上去 插上去 然后我们用这个整片的这个面 这个 这个 风化木的这个面 来衬托这个 这个 这个秋石虎的一种美感 那各位阿博不知道 不知道会不会感受到 就是说呢 多了这个 风化木呢 它 两者之间的搭配呢 那感觉上就更好了 有那种三臂中 我们知道尤其是 好多的那个山壁呢 它会长出 很美的这个 兰花 因为 像我自己 一直都是住在山区里面 然后 会看到呢 其实在 大自然山中呢 那很多的兰花呢 都是 都是 生长在那个 大树上 或者那个 山壁的上面的 好 那我 在这边呢 再加一点点 再加一枝 来跟它做 有一点点的 呼应跟对称 好 因为我们在下段呢 擦了很多的花了 所以会 感受到那个 剑山 已经 没有很多的空隙了 所以在擦的时候 会比较不好做 那 为了增加它中段的一个 效果跟感觉 那 我在 后段的这个部分呢 我试试看 再加一点点 绿色的 绿色的 或者在侧面的地方 我再加一点点 绿色的色彩 往上再一点点 可以看到 这个是 我们称为 大南天 那也称为 十大功劳 十大功劳 这种 这种花材呢 也是非常受到很多 插画的老师 喜欢的一个花材 因为 它的那种 插作起来的那种感觉呢 也是很 很有风味 而且很特别的 那 南天有两种 一种我们称为 小南天 就是我们平常 常常用的 那个南天竹 那这个我们称为 大南天 好 那 大南天是 比较没有说 一年世纪都买得到 它也是有一个季节性的花材 好 那这样加一点点绿意的感觉 好 那 我在后段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说过呢 我们插花 不只是那个 前景的美 如果说 我们的后景 我们也可以考虑到的话 那我在后段的部分呢 虽然我们说呢 后段属 就是 我们 有方位的艺术 就是有 东南西北 那后段属于北方 那北方呢 我来插一点点的 一点点的南天竹 也增加一下 后段的 感觉 好 让后段有一个深度 延伸出去的感觉 好 那我这边 还有一支的这个蓝茶 加在后段 那这样子 也有一些作品呢 如果我们是 纯粹是只看前面呢 那可能 我们就不用考虑到后段 但是有些作品呢 像现在很多的 展示的空间呢 它可能需要就是说呢 后段也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好 那我们再把这个 这件作品呢 就是以一个 这样的一个 风化木作为主架构 好 然后呢 利用造型的一个原理 所创造出来的一个 比较大型的一个作品 那让您欣赏一下 看看 这样的作品呢 是不是 在日常生活中 也会给你一些 特殊的一个灵感 好 好 呢 哈哈 那 对 好那接下来的这一件作品呢 各位爱花的菩萨也可以看到呢 这是一个变形的 应该说是创作的一个丸 因为我们介绍过 中华花艺有六大器型 叫平 庞 钢 碗 筒 蓝 那碗是其中的一种 那要区别碗最主要就是 它是宽口的然后尖底的 那这个是一个创作的陶 它就是 它是比较做一些 所以造型的一个变化 然后在碗口上 它弄的一点 有点像花的那种形状 花边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 现代的陶艺家的作品 我们应该去欣赏它 虽然我们很喜欢古典传统 但是很多现代的陶艺家 它很用心的这个部分呢 那我们也要去鼓励它 好那 我们说网花呢 要以差几点为正宗 也就是差在中心点 那我用的是 竹石叉 因为网花有一个花型 它只有竹跟石 那 从枝 就是没有克枝 只有加从枝 那各位爱卫花菩萨可以看到 我这边有一些像这样的一个 姜花 因为夏天也是那个 姜花这种柯树的花柴呢 长得特别多的时候 像现在这个野姜花也好多 那这种植物呢 都在这个季节呢 生长 好那 嗯 它这个姜花呢 那个花头圆圆的看起来 好像不是很 很美的感觉 但是你仔细把它看它的里面呢 它会开出一朵一朵的小白花 上来 也很特别 那当然它更特别的一点就是说 它这个姜花的线条 各位爱卫菩萨可以透过画面看到 哎 两个这个弯曲的这个线条的 这个重叠的一个变化的一种美感 那我们知道呢 插花不只在心上花的颜色 我们说花好在颜色 那颜色可仿向 但是花庙在精神 精神人莫照 那我们东方的艺术 它最棒的一点就是说呢 我们的花财是从叶子 花朵 然后枝干 甚至是根部 我们都能够善用它 那喜欢它 也欣赏它 那不是只有欣赏到植物颜色的一种美而已 那各位爱卫菩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用了一点点的这个南天竹 就是十大功劳 那个大南天来做它的后段的重参 增加一点它深度的感觉 那这个南天呢 它叶子非常的稀少 但是也形成一种很 就是很沧桑的一种美感 所以我觉得花呢 各有它很曼妙的地方 那各位爱博菩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手上有一朵 哇好美的这个百合花 就是台湾的香水百合 可是呢 我们常常说呢 擦花的时候呢 不要擦到太开 我们说呢 久长熏手后 花爽半开式 所以各位爱博菩萨可以看到 我把这朵最漂亮的 最大朵的花 给剪下来了 不过没有关系 像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另外去应用它 它的效果也是很好的 好那 以我们这个碗的大小呢 其实它应该是 大概三朵花就够了 那我们台湾 这个百合都非常的美 我还是在剪掉一朵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它还是可以在 我们可以在应用它的 那像这两朵花 我们就可以 应用别的手法 做其他的插座 好那我现在以百合 作为我的竹花 那我们刚刚介绍过竹子插 也就是呢 这个姜花呢 是我们的 史枝 那百合是我们的竹花 所以各位爱博菩萨可以看到 竹跟史已经插起来了 那这个 这个 实大功老师做他的后段的重枝 那我现在再来要考虑到他的基盘的部分 比如说我要用叶子做他的基盘 那我们最容易取得的花材 就是花式的这个电讯栏叶 因为有时候插花呢 我们都很期待用一些齐花意会 但是有时候呢 齐花意会的取得也是相当的困难的 那有时候就是很自然的 我们很容易取得的花材呢 也是一个插花的一个重点 好那我用这个电讯栏叶呢 在他的前段后段各用了一片 好那这样可以增加我们下段的力量 所以所以那个 元宏带元宏到在那个 这个 平时里面讲他 他说呢上处下翻 然后 下段的力量要比较够一点点 然后 我在下段的地方呢 我就再加一些些的 绿色的植物 因为我们今天用的这一个 这个姜花本身的色彩呢 也是属于比较干的一个色彩 好 再加一片的这个 南薄 好 但是我刚刚的这个南薄呢 他的高度会跟我的这个 呃 南天竹的高度呢 呃 很接近 好 所以 我把它稍微降低一点点 因为那个 很 很 呃 很难得的就是那个大 大南天 这个十大功劳本身呢 他的那个线条是很有特色的 好 所以 我们不要把大南天的那个 呃 面的感觉可以遮住了 好 好 那我用了 两片的电讯来做鸡盘 好 好 那我在这个 地方呢 再给他加一点点金黄色的小花好了 好 其实 这样的竹子叉就是一个 很简单又很标准的一个竹子叉了 好 但是我想我还是加一点点中段的一个花的感觉 好 我们试试看 用这个 呃 非洲玉菌香看看他的效果 好 他从侧面加一点点 好 让他有一点点金黄色的 好 那有些时候呢 在某些空间场合 很喜欢 像这样很简单的作品 好 因为我们常常说呢 其实 但是 简单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很 也是一种美 好 我加一点 加两支的这个 像我们那个佛心花海的节目的好多的观众 就很喜欢很简约的一种美感的花 他们对于简单的一种美是特别的喜欢的 好 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件作品 好 那 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 好 然后 呃 线条的 呃 优雅的一个 碗花呢 其实是 呃 我们 呃 一般雪花的人呢 呃 很容易可以创作的 那你只要家里有一个 这样子大小适合的碗 然后放上一个剑衫 那找到一些 适当的一些花财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呃 作品的一个创作 愿子香滑 遍满十方 供养山宝 富华隆天 普勋众生 共祿佛制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沪池中华印经协会 邮政华波 沪名中华印经协会 华波帐号 19658482 19658482 银行帐号 银行代号 土地银行 005 帐号 012001 194788 护持印证 012001 194788 194788 护持印证 护持印证 905